知名女星 申田公子确诊染疫 其实她去年5月才因为适应障碍暴受 甚至一度暂停演艺活动 经过治疗后才在9月复出 没想到不到半年又感染新冠肺炎 让粉丝们十分担心 而一连十多位艺人确诊 包括知名女星 左左目西 以及曾经来台发展的陈刚店等人都确诊 媒体分析演艺圈疫情持续燃烧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艺人想让观众看到表情 在录影时艺人都不会戴口罩 病毒容易传播感染 而东京疫情的扩散速度也令人担忧 除了确诊人数再创新高之外 病床使用率也接近40% 一旦达到50% 东京都政府将会考虑向中央申请实施 紧急事态宣言 而日本全国疫情也屡创新高 25日更首次突破6万人 虽然从27日开始 政府新增大阪及北海道等18个县 总共34个地区都进入准紧急阶段 而南韩疫情同样严峻 大约300名的餐饮业者上街抗议 甚至不惜替法要求政府解除晚上9点的餐饮业宵禁 或是能提出实质的疫情补贴 不要只是纸上谈兵 但是南韩近日也遭到Omicron肆虐 虽然目前成人的疫苗覆盖率已经超过95% 施打第三剂加长针的人口也有58% 但是疫情仍然没有降温 25日单日确诊飙破13000例 南韩政府也预测 按照目前趋势 下个月可能有一天就会飙破3万例 南韩政府也呼吁民众 在农历过年期间尽量不要返乡 以免疫情扩大 记者廖万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